中国南海水下1266米 中国首次海底可燃冰式开采正在进行 这团红色的火焰就是被点燃的可燃冰 地球上可燃冰的储量可以供人类使用千年 怎样将这种深藏在海底沉积物当中的天然汽水核物开采出来 是一个世界难题 压叉变化情况怎么样 有些波动 但是我们公车控制一下还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压叉现场指挥部最在意的指标 控制好压叉就能阻止海底泥沙涌进产气管道 此前日本的市开采就是因为压叉控制不当 被迫在第七天终止 能不能持续开采出可燃冰 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控制能力 更需要强大的科研装备实力 这座长117米 高118米 自重43,725吨的深海巨瘦 名叫蓝晶一号 它可以在水深超过3000米的海域作业 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 这是全球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海上钻井平台 能够确保12级飓风下开采过程依然平稳安全 我们向祖国交了一个满意的搭建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可燃冰安全开采持续了整整60天 产气总量超过30万立方米 产气时长产气总量 双双打破世界纪录 向祖国世界 蓝晶一号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钻井平台 设计建造最高水平 从建造之初 它就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这是蓝晶一号大河拢工程的关键节点 蓝晶一号上半部船体 重达18727吨 相当于32架空客A380的重量 能够钓起它的 只有全球其重能力最强的泰山钓 泰山钓 中国自主制造的超级装备 高118米 设计提升重量高达20,160吨 提起整个蓝晶一号的上船体 毫不费力 14个小时 蓝晶一号上下体合拢 一步到位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 最快捷的大合拢方式 只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装备 才能创造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迹 中坤中坤 有没有阻挡 没有阻挡 可以继续前进 今天 工程师将在码头完成水下推进器的安装 工程人员正在通过编码 对每组推进器的装配位置进行精准确认 这样的推进器一共有八个 它们推力的大小完全靠计算机 根据采集来的风力阳流等参数 自动计算并控制 是确保蓝晶一号 能够在飓风下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 要将推进器准确入位 需要潜水员和平台工作人员默契配合 这是全球范围首次在码头安装推进器 过去 这样的安装只能在深海完成 仅安装费就需要一千多万元 现在中国工程师把安装成本降到了十分之一 保证精度 时间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箱子已经到位了 已经固定死了 生产经理成城要确保清单上470个项目万无一失 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不同的工种 这是一次跨系统跨行业的大协作 我来这已经九年了 九年前大部分的我们船上的面孔都是洋面孔 那么现在逐渐的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在引领着我们这个海工行业的发展 这个是发的能心的由衷的自豪 海上钻井平台被称为流动的国土 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和发展方向 十年前中国还完全没有自主制造海上钻井平台的能力 现在不仅能够自己制造 而且多项技术领先全球